这个也是一样 我让季大使接着谈 季大使外交常才 立陶宛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谈到好多 季大使讲到立陶宛就会 就会火大起来 大家都很火大 这个立陶宛又说了 有必要改变这个 助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然后理由是什么 稳定对华关系 就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不对啊 我们外交部不是说 立陶宛是我们的好朋友吗 他们不是不喜欢中国大陆 要亲近台湾吗 所以台湾不是给了很多钱 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我们节目讨论了 好多好多 唤醒一下大家的记忆 然后这个当初呢 他就说要用这个台湾代表处 然后外交部嗨一波 但是英文名字找出来 叫Taiwanese 跟台湾又不一样啊 不是吗 这些都是细节的猫 你大部分的民众 不会注意到这么细 但是辣碗报的工作内容 就是要把这些细节 找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当时像是 介大使这种专业 一看就知道嘛 差太多了啦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匈牙历史风 然后这个当初 所以大家就觉得 立陶宛很挺我们 记不记得 我们还就给了很多钱 拿了很多钱 后来还有很多的后遗症 因为呢 我们的友邦 没拿那么多钱 但立陶宛不是我们的邦交国 可以拿到那么多的钱 所以当初很多的友邦 非常的火大 然后呢 给的这个名称 也只是台湾ese 好了那也就罢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突然脸一翻呢 因为跟中国的关系要稳定 所以又把这个名字要改掉 然后我们的外交部说什么 尊重 介大使会生气吗 我觉得这个部长应该下台 办这个案子 所有的通通要负责 这个案子啊 基本上 我觉得立陶宛也是够狠的 你也给 吴昭谢个面子嘛 他还有几天就要下台了 你在他下台之前 让他如何面对 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严重的这种 被国际政治上 被人家玩了 被人家耍了 就完全被耍了 这个案子我记得 大概我们这边 整个承诺12亿美金 当后来 外交部啊 那个吴昭谢出来说 我那个12亿美金 不是只给 只给立陶宛的 我那个12亿美金 是什么东欧的基金 其他国家也可以用 那请问一下 你算一下这个账好不好 你那12亿美金 你现在立陶宛 一共拿了多少钱 好啦 波兰也有拿 捷克也有拿 他们拿多少钱 你要有个交代嘛 那立陶宛如果说 他这样子改的话 如果说是尤伟当初的承诺的话 那你现在还没有给他钱 是不是都应该收起来了 不要再花了 那个钱当初花出 就是一个天价 12亿美金 12亿美金 那后来造成我们 中美洲国家 一些国家的断交 当时我们就说了 你把这个行情 没有邦交搞成这样 搞成12亿美金 那有邦交的国家 那不跟你要24亿美金 才怪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 他顾得了东 顾不了西 那一个政务官 居然做决策的时候 左手顾不了右手 对 左脚顾不了右脚 他不摔跤才怪 他走路就摔一大跤 而且当时拿的 不是用台湾名义 代表处 叫台湾倪斯 台湾倪斯 然后呢 我们很盛大地搞了一个 在那边想人家 人家那边立陶宛 根本怎么样 冷冷的对待 我们在立陶宛 设了一个代表处 人家挂了个牌子 台湾倪斯 那吴赵卿就拼 这就是台湾代表处 我们说 这叫台湾的代表处 跟台湾人代表处 跟台湾代表处 是不一样 你英文不要乱搞 然后你知道 后来立陶宛 千呼万坏 在台湾设了一个代表处 我们叫它代表处 你知道它英文就是什么 就Lythoran office 就这样子 Trade office 也没有在台湾 或者在台北 所以这个跟立陶宛 这个交涉 从头到尾 就被人家怎么样 骗了 耍了 然后用了 远高于行情的代价 然后换了一场骗局 然后 我本来以为 就是骗局 就是骗局 然后现在居然要把你的 给你的台湾倪斯 再给你收回变成台北 连这个都不行 台湾倪斯都不行 我觉得 我觉得 外交部这些人 所以就 而且我要讲 他也给一个好一点的理由 对不对 他就直接讲 他就直接讲 文定对华关系 公明星去过 这个是他给赖清德的大礼 这个真的就是给他一个大礼 这个比断交还更难看 更狠 真的更狠 你这个公明星 当初率一个代表团 去了立陶宛 立陶宛来了好几个部长 在台湾 你们都可以到外交部的网站上去查 跟立陶宛的关系 一个一个都是要来要钱的 他要怎么样 你承诺了12亿 好 大家都可以用 那你请问一下 你吴钊燮在这个过程中 你到底给了立陶宛多少钱 对 那你如果还没有给的话 给完的12亿 你那个是不是应该叫立陶宛 第一个 你把这些钱都收回来 而且不能再给 而且我还记得 当初给立陶宛的钱当中 有些也是稍微有点要转一下 大家都还怀疑 是不是台湾的某些人也拿到 不知道 所以当初整个案子 就有这个一点重重 现在看起来没有错 当初这个 在纪大使在我们节目中就说了 这就是一个陷阱 就是一个臭坑烂坑 那今天看起来 我们的来宾当初讲的话 今天都应验了 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而且连演都不演 好歹给一个好一点的理由 对不对 所以直接就讲说要是稳定对华关系 然后我们的吴钊燮还尊重 吴钊燮不是一听到 要跟中国好就会很生气吗 但他说尊重 这是不是吴钊燮有什么 不好说的地方 都很怀疑 但是注意到 我们刚刚讲的这一连串 都在520前 都是蔡英文要下台的 倒数十天当中 出来的事情 一个一个要不要出来 反正我要下台了 对不对 他数馒头已经数很久了 下台了 好开心 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丢出来 要不然要怎样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栏目